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現在到了我們新手影片的講解時刻啦 當然第一部影片 肥水不落外人田 先從自己人開始 Let's go 你看 帥車 神車 現在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有沒有 401的FA 方向盤還是新款的 非常好抓握 很好這個下去之前有先 努力看一下旁邊有沒有車子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你看它下去就順順的繞圈數 有沒有 順順的繞 彎數是繞出來的 彎數是繞出來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彎數是可以的 你必須放一定的速度 然後在那個速度下 你不去加油門 不去踩煞車去感受那個彎數 車子有沒有抓住 了解 所以剛下去的時候 輪胎還沒熱的時候 就順順繞一下 順順繞一下 因為繞一下場地很重要 因為到時候你要push的時候 你所有的感知都要非常的OK 那如果你一下去你就很慌忙 很慌亂的話 你等一下要push的時候 你的感知會 不容易起來 而且有時候如果你開不到 可能會越來越亂 這個很重要 尤其是對年紀越來越大的人來講 OK 如果是對年輕人 如果你是年紀很輕的 我覺得那個體感或者是你身體的敏銳度 都會非常的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建議各位車友 就是要學盡早學 好你看他剛剛是不是有稍微反打一下 對不對 那就代表屁股跑出去了 對不對 繞進去彎數太快 然後不然就是方向盤拉太多 屁股跑出去 那你屁股跑出去你也可以把它解讀為 前輪抓地力比較好 後輪抓地力比較不好 所以後輪滑出去 所以你有時候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要感覺你的前輪跟你的後輪 帶給你的感受 OK 那像因為現在比較新的車子啊 前面車頭都比較強 前輪抓地力都比較好 所以你幾乎硬轉或是轉大力一點 車子一定進得去 OK 但是重點就是 你的頭進去了 你的尾巴到底有沒有跟著進去 這就非常的重要 他第二次在這個地方反打 代表他這個地方應該是彎數太快 因為他方向盤是有打著的 然後應該是他彎數太快 降速降不夠 所以你有時候看到自己這樣 你要知道就是 實際上你是什麼情形產生的 到底是方向盤打太多 他屁股滑出去 還是說你方向盤其實沒打很多 但是因為你速度很快他拋出去 OK 所以你要去稍微分辨一下 用身體感受一下 喔他現在前面有遇到車子 這裡很精彩喔看一下 喔他想要超車 但是啊他發現旁邊關門了 喔他整個踩死了 喔他整個踩死了 他整個踩死了 OK 那你看喔 他踩到怎麼spin的 很簡單 他把方向盤打 打蠻大的 然後 煞車踩蠻重的 整台車就撇出去了 對不對 那我是建議啊 如果你要超車的話 你在出彎的時候 你不可以離他這麼遠 然後再到下一個彎才射進去 這樣就太冒險了 這樣都太冒險了 你應該盡量去貼著 然後各位車友應該有個觀念 就是你貼著 就算你今天不小心沒煞好 你也稍微就是推他一下 前面應該煞也是煞得下來 因為大家都在直線嘛 不會那麼誇張 知道意思嗎 就算你可能來不及煞 撞到他 他的傳導也沒那麼百分之百 了解嗎 只是後面可能會突然覺得 我來那一下 然後 那如果你是前車 我是建議你就是 你方向盤就拉好就好 他這時候 這個彎過的都比較不好 我建議你方向盤 把它拉好就好 方向盤拉好 不對 應該是說方向盤 把它打直就好 你就打直 如果你發現你是前車 後車就是 不小心推你一下 或是甚至很大力 沒關係 你就打直 然後煞車慢慢把它踩下來就好 通常都不會有 太大的問題 通常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後車也要盡量就是 去貼緊前車去感受那個 近距離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建議 一開始新手 因為這個車友是我認識的車友 一開始我會建議 方向盤握不要握的 就是比3點鐘 9點鐘來的低 通常你要握的比3點鐘 9點鐘來的低 那個技術都已經滿好的 為什麼滿好 因為是你手越往下動的時候 你下面動一點點 上面會動越多 OK 那你手越高的時候 你動一點點 它動越少 中間就是中間 就是取兩者的平衡這樣子 那你放下面 要開得很好 除非你像 Jimmy一樣 Jimmy應該是我唯一看過 手放下面 然後是開得非常好的 在台灣 因為其他車手 可能影片我沒看過 但是我自己有試過握這麼下面 那真的要很敏銳 車感真的要非常好 所以要建議 如果你真的不習慣握高一點 像我都建議各位車友 如果是新手 稍微握高一點 如果你不習慣高一點 你可以3.9點 極限的 3.9點極限的 像有一個 車手 職業車手 Ryan Noble 它裡面也有講 就是希望你 放在3.9點位置 OK 我覺得他講的也是 很有道理的 OK 盡量不要放這麼低 因為放那麼低 方向盤很容易動很大 希望你就是 拿高一點點 拿高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 一開始 新手練習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 你把動作著重在你的方向盤 為什麼我會講方向盤講那麼多 是因為我希望你方向盤 動得越小越好 方向盤很像這台車的樞紐 也就是你煞車完以後 要先銜接方向盤 才銜接油門 那你的油門完以後 也是方向盤在煞車 OK 它就很像一個過渡的過程 它很像一個過渡的過程 然後 所以我希望你的方向盤動作 要越來越小 因為如果你方向盤動作 稍微大的話 你煞車沒辦法下大力 你油門也沒辦法下大力 所以他這個一個過程應該是這樣 就是 直線大腳煞車 好煞車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開始打方向盤 OK 然後接下來你開始下油門 下一點點的時候 油門越來越多 你方向盤必須要回正 OK 接下來直線才油踩煞車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中間銜接的過程 像現在這個車有下去 它是發現有紅燈亮 這個給各位新手一個提示 就是 那時候我這個表上是有設定水溫的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 就是水溫開到過高 我忘記下來就整個引擎就燒壞掉了 然後那引擎重做就又花了不少錢這樣子 所以水溫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看水溫 你可以把它設定水溫到多少 它會亮燈 知道嗎 那多少亮左邊那顆燈 多少亮右邊那顆燈 你就可以假設 左邊那顆燈亮 你就記得要下來 它可能 裡面是沒有水啊 或者是一些有什麼樣的問題之類的 你看去西湖電車是不是很棒 馬上下去 馬上有專業人士幫你解決 有沒有 剛剛那個就是Jimmy 好 那現在又在出發啦 又在出發 又在繞這個場地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方向盤真的是蠻重要的 你到後面 你的方向盤真的要越動越細 那方向盤怎麼動到很細呢 我在猜一開始 車友一定會有個迷思就是 這個彎道明明這麼大 為什麼方向盤可以動得很少 它重點是 它配合它一定的彎速 也就是它彎速開始降低的時候 它方向盤可以開始打大 所以你是一開始先煞車 對不對 煞完車以後 你開始煞車沒有帶那麼重 你就可以煞車越來越輕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轉方向盤 它是這樣子 然後等到你要下油門的時候 你要慢慢回正方向盤 如果你帶到一個就是非常適恰的彎速的話 它的方向盤會幾乎就是 只動一點點 只動一點點 而且在控制卡丁車 它其中裡面有個很重要的是 你重心的控制過程 你重心可以劇烈的移動 就只有在大腳直線加油的時候 跟大腳煞車的時候 其他你在轉移的時候 大家不是有看過那個離心力的那個圓嗎 對不對 抓地力的那個圓 你要讓那個抓地力極限在那個圓的邊緣移動 你從中間可以很快跑到前面去 很快跑到後面去 這是OK的 但是你跑到前面去 你開始在移動變成側邊的時候 開始在轉彎的時候 你這些都要很平滑 這樣了解嗎 你都要很平滑 這個很平滑怎麼做到的 你的方向盤其中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關鍵 OK 所以你的方向盤動作要小 像這個車友就是 他都有在注意 方向盤動作盡量小這樣子 那因為他這個車子 他是有線流的 他的尾數沒有到很快 各位看起來應該知道就是 蠻慢的這樣子 OK 我也會建議各位車友 因為他是剛從出租車升級到125 可能開還不到一個月 那我會建議一開始你可以進入125 可以先從線流開始 就是限制你的流量 然後讓你不要這麼快這樣子 去習慣這個車子 不然怕你會就是 覺得一開始太快會手忙腳亂 反而你慢慢去習慣車子 慢慢去加大你的油門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很棒的 循序漸進方式 OK 像現在這個車友應該結束啦 就要回來啦 我們這個車友也非常好 他就說老師來 我來 是不是 把我的路下來跟各位車友分享 雖然有speed 幹嘛 但是大家可以學習這樣子 是個很好的 真的我們就是在學技術 希望大家就是技術可以一起進步 不然有時候 我也懂那個挫折 秒數卡在那裡 怎麼會這樣 那種感覺對不對 竟然開賽車了吧 就把車感體感 把這個技術把它學起來 好嗎 歡迎各位車友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說明處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